我愛你 我也 宋中基 宋慧喬2016年 因為拍攝韓劇《太陽的後裔》 擦出愛的火花 隔年10月兩人在首爾舉辦婚禮 沒想到如今才不到兩年 就宣布要離婚 背後宋中基和宋慧喬 結婚了一年8個月後 拍攝韓劇 27日一大早 雙宋爆出離婚消息不到10分鐘 宋仲基就透過律師發佈聲明 先是向喜愛他的人說聲抱歉 坦承和宋慧喬為了離婚 正在進行調節中 也強調不要指責誰對誰錯 希望可以圓滿結束離婚協議 宋慧喬也緊接在宋仲基之後 透過經濟公司回應 提到離婚原因是兩個人個性不合 雙方已經沒辦法克服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才做出這個決定 但其實早在今年2月 宋慧喬在IG刪了 和宋仲基的多張合照後 兩人就開始傳出婚變消息 宋慧喬更被拍到 把手上的婚戒給摘了 甚至一度爆出 宋仲基偷吃宋慧喬的閨蜜造型師 婚變之說越吵越煉 如今真的宣布要離婚 連網路都出現送動爆料 直至宋慧喬拍完男朋友後 和同劇演員胡寶健有曖昧 才導致婚姻觸交 意外被捲入風波 普澳健立刻透過經濟公司回應 也要是對於名字 扯入相關謠言 將進行強硬的法律手段對應 在拍攝拍攝拍攝 幾個月一起拍攝 但是在中國人一起拍攝 第一次拍攝 真的很漂亮 姐姐妳真的好美 謝謝 謝謝 過去的甜蜜互動再也看不到 雙方26日透過律師進行離婚協議 當天宋仲基還和有人一起看舞台劇 儘管工作人員透露 當時看不出有離婚真兆 或根據網友曝光的照片 宋仲基眼神有點空洞 看起來心情似乎不太好 我個人的確是有所感受的 我個人的確是有所感受的 不可能 我個人的確是有所感受的 是不可能 我心情有所感受的 我個人的確是最改善的 我個人的確是有所感受的 我妻也 創作者兩位 還有創作者的朋友 我也是創作者的 我只是三年或四年 三年 我最終的集中 我一直在做好 我一直在做好 我最後的幸運 5月底宋仲基出席新系记者会时 被问到宋慧桥才甜蜜的大汗老婆 隔空放闪 如今王子公主的童话故事破灭 真的天破众人眼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